大家好我是玉琳 那很高興今天來到這裡 卡住了 好 我今天要分享的東西是配音員的梅劇本大挑戰 那因為其實我們在配音的時候 平常我們是有稿子的 就是我會知道說我今天要錄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會有台詞啊 然後甚至大部分的時候 比如說我配韓劇啊卡通啊 我們會有畫面 就是演員他已經演好了動作 我只是要為他的動作 把他的韓文講成國語之類的 所以大部分的時候其實我是在 我是有所本 可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東西是一個沒有本的東西 就是算是我的一個改變吧 還是先從配音員的本頁開始說好了 就是大家覺得你在什麼地方會聽到配音員的聲音呢 比如說像這個啊就是在這張圖裡面 你們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樣的分類 像這裡面有動畫啊系統語音啊 教材電影廣告等等等等 其實都是在我當配音員當了七八年 在我的工作生涯當中 我實際上有通過的案子 然後也有一些是我所配過的東西 那其實就是當配音員有蠻多好玩的地方 那有一方面是說就是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聽故事講故事的人 就是從小就蠻喜歡的 像我有三個妹妹 那我自己小時候我爸媽講故事都有聽 那我長大 我妹妹她們出生之後我就講故事給她們聽 那今天我妹妹有一位就在現場 就是就是我沒有建議就是她是我妹妹 所以她從小她可能她幾乎是我的第一個聽眾 是不是粉絲我就不知道 對不對 好 那像就是生活當中有時候 因為配音員會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切換啊 那在像我可以給大家看我之前配過的一些種 像這個 在這裡面你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每一個這些不同的都是我為她們發聲 那你可以看到裡面有這種 這個嗎 這個 好 那對 就是有像這種小妖小怪啊 或者是 也有這種這樣的美女 或者是有小女生啊 那會唱歌跳舞的啊 甚至是有這種鑫筆 我配了一支鑫筆 那那支鑫筆 那是一個台灣的案子 它是要教小朋友脖子之美 然後每一個脖子它有什麼故事 有點像你把每隻椅子變成一個動畫的故事 所以就配一支很可愛的小鑫筆 那就是說在這些不同的角色當中 我覺得當配音樂園最好玩的就是 就是說 我可以去經歷很多在我自己 我們自己的人生當中 你不一定會碰到那樣子的情節 那樣子的故事或情緒 比如說 比如說我 我是真實生活中 我不可能去拯救世界有太子鋼彈 那可是像我配過的少年啊 那他們可能就會 會有一些 你有時候可以有機會講到一些很不確的樣子 或者是很 很 怎麼講 就是自己在那個故事裡面 也會覺得滿感動的 就是像平常我們可能看電影或是看戲劇 我們就覺得說 好精彩 可是當配音樂園的時候 我是第一線進到那個故事裡面去 成為那個角色 幫他說話 那那是我覺得我在當配音樂園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最好玩的地方 然後 那 不過其實 我今天要分享的東西 算是 怎麼講 就是說 算是我的一個 在配音之後 我所碰到的一個名字 就是 像配音啊 我們會需要一些技術 比如說你要有很好的口條 然後 反應要很快啊 看稿子速度要很快 那 你能不能 呃 畫面上的那是什麼動作 你能不能都對上去 那 那這部分是 技術的部分 可是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是戲劇卡通的配音樂 我們要演戲 那 其實 我就是曾經被我的師傅說 他覺得我 雖然技術那些都OK 可是有時候我好像就在自己的框架裡面 他 他會覺得說 我 給的東西不是那麼動的 好像少了一點什麼 好像 我的角色 都是自己在跟自己說話 我沒有 我的角色跟別人 跟別人角色沒有什麼連接 那 那 碰到了像這樣的問題之後 後來我就做了一個轉變 就是 就是說我說 沒劇本挑戰對不對 就是 原本 我是躲在幕後 然後 我是在 劇本的情況下 去表演 可是後來我接觸了一種 表演的形式 叫做 欸 夏夜 對 叫做即興劇 那即興就是一種 跟我原本的工作完全 幾乎是很不一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極端 就是 他是一種 沒有劇本的演出 那 那 我在去學習即興劇的時候 他就變成說是 你可能兩個演員一起到台上 一開始你是什麼都沒有的 那 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 故事是怎麼出現的 對話是怎麼出現的 就是在 那個當下 我 跟我對手的演員 我 我必須要真的很認真去 觀察 他是什麼狀態 他說了一句什麼話 我 能夠怎麼樣 很 真誠的 給一個 真實的反應出來 然後 在兩個人之間的 彼此堆疊當中 那個故事 慢慢的講出來 那 就會跟我一開始 我在配音的時候 我覺得說 我已經知道我下一句 開始是什麼 我準備好就講 那 我跟別人的連結 就沒有那麼深 那 可是 在 在我去學即興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其實 有很多真正的東西 就是 你能夠動人的東西 或是你跟別人的連結 是 來自於 就在那個 當下 很 真誠 很真實的 互相面對 那 然後 我覺得即興 還有一個 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說 像 大家可能 那即興劇 那是一種專業表演 我是不是一定要 上台表演的人 我才來去學 可是其實就是 像我去參加工作坊 他就是 也有很多 比如說像 可能心理師啊 老師啊 社教啊 或是各個領域的人 大家像是去玩 然後 學習即興的精神 那 我在那裡所學到的 有像這樣子的四個 我覺得很重要的概念 那 可以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兩個 就是 比如說 像 戰鬆失敗 那一個 就是 常常 原本我會覺得自己 被困在一個框架裡面 然後 我是一個 比較理性 會 很多事情 我會思前想後 想很多 然後用很多計畫 那 擔心說 這個會不會出問題 或會不會出問題 可是 呃 他的戰鬆失敗的概念 就會 讓我 在那個過程中 知道說 其實 其實 你就是要勇敢去做 然後做了之後 有時候 你就失敗了 你就說 耶 失敗了 沒關係 就是 你知道嗎 因為在即興的過程當中 你做任何一件事 那個發生 都不是只有你自己 就是說 我做了一件事 可能失敗了 可是 有另外一個人嘛 有另外一群人 你會有夥伴去接住 你所做的事情 然後 繼續下去 那 他就是一個 很強調 合作 與人合作的概念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專注在當下 就是 像我說我會很容易 想很多 可是 在 即興我所得到的訓練 像比如說 剛剛其中一個就是 我 我能不能 真的很真誠的 去跟別人對話 去交流 或者去真心的 感覺到說 對方的情況是什麼 然後 在 在那樣的狀況之下 覺得 做出來的互動 就會 比較 更真實吧 就 就不會很多事情是 都從我自己的角度出發 或者我沒有辦法 考慮到別人 那 我覺得 這些是 我自己在 去玩 即興 這個 這個訓練的時候 我所得到的一些東西 那 很有趣的是 嗯 我在開始 去做即興之後 像我大概是 一年之前開始學的 然後本來 我是一個都躲在幕後的 可是我開始學了之後 那時候 我做的第一件 我覺得很勇敢的事 就是我就跑來參加焦點 我很早就知道這個活動 可是我到去年 上完了課 上完了課之後 我在想說 那我就來試試看 好 兩分鐘反正 又 了不起就是 講得很好笑嗎 不可能有什麼 有什麼問題 所以 他就開啟了我 很多不同的新的機會 你說焦點是其中一個 那 甚至是說 後來我就 我就開始 不是只站在 不是只坐在錄音室裡面 有時候我就有機會 到台前來 我有 比如說也有上台表演 然後 也有 嗯 去到處跟人家分享 像 因為我是配音員啊 我就有接過那種 關於比如說 怎麼做 一些聲音表情的調整 就是去帶高中生 有點像是玩啊 就是 去帶高中生玩的一個工作房 或者是 我開始有機會去做 教學 可能跟正音 或是跟配音 有相關的東西 那本來我會覺得 我自己都為什麼不夠 我還不夠 我怎麼可以去分享 可是 可是 後來 現在 我會覺得說 我就是我 那 我有的這些東西 如果我可以很真誠的 告訴大家 那 聽到的人 他也會 他 他一定會有什麼反應 一定會有什麼 是 能夠 給出去的 那 所以我就從一個 在我自己的表演當中 原本我被人說是一個 給的太少的演員 可是 當我的生活 我的生命 因為這樣子的改變之後 那個新的精神 讓我慢慢可以變成一個 給的比較 更多一點的人 還有可能更可以接受別人給我的東西的時候 就是 一方面是 我有這些轉變 然後另一方面是 當我在回到那個 有本的東西的時候 我的表現也比以前的自己 又更好的一些 那也是一個 蠻意外的收穫 不過最主要的是我覺得即興很好玩 所以其實我配音的部分沒有講很多 不過今天其實是想我要來跟大家說 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玩玩看即興 然後 最後 那我還有18秒 好 最後就是 如果大家對我講的內容有一點興趣的話 就是有這幾個地方 就是 這是我覺得 可以得到蠻多即興概念的 啟發的一本書 然後它裡面有提到像皮克斯拉 他們也都是跟這個 會做這樣的訓練 然後下面就是 如果大家是真的 對配音有一點興趣的話 可以 所以我自己有一個粉絲頁 那最近都在講草 可是我之後 有時間我就是盡量的更新 就是 跟配音有關有趣的事 或者是說 想要當配音員 像我剛剛聽到有很多人 其實他的聲音是很好聽 然後 有很明亮的啊 有很有精神的啊 就是 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可以 可以找看看 找穿國際動嗎 目前 我跟我的團隊 我們跟他們合作 我們在交配音 這樣 好 那謝謝大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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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今天他能夠 拿著從幕後走到台前 是不是要請他 就是 配一個角色的聲音出來 對不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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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配男的 你説找男的配音是鉳筆嗎 想去千 還是大嗎 大嗎 但 要配音的話 我跟大家講 因為 我們在尤其配塔通的時候 你知道很誇張的聲音 必定伴隨很誇張表情 所以我不可能在這裡配 不 你如果要配的話 可以嗎 可以 我們配我的臉 就是 對 我可以 你不要進去 你不要進去嗎 你可以迷你嗎 還是在臉吧 還在臭 爬在臭 因為你會有動作對不對 還是說 還是說你可以到這裡面去 廁所 好喔 好 我們就聽聽看 他OK 這不用擂貨耶 沒關係 那我可以到這裡面嗎 可以可以就偷虧 偷靠 那 我可以回到那個 幫我回到有角色的那個 你要挑角色對不對 對對對就是角色這個 那就是說大家如果 可能有人會看過LINE的貼圖 這個貼圖 這個什麼 這個熊瑤的貼圖 對不對 有有有 回來了 有有 然後 對 那還有一些其他角色 那我就 我就隨意的 你來個30秒 欸 好好好 前方有側速照相 200公尺 前方有側速照相 媽媽 小心一點啦 前面有側速照相 你開太快了啦 弟弟 快 我們如果不快一點的話 就要遲到了 你不要再講了好不好 媽媽快一點啦 不能看這麼快了 前方有側速照相 好 然後有側速照相 你們先聽那個鑫筆嗎 對 就是 有鑫筆嗎 有鑫筆嗎 好 那個鑫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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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鑫筆其實就是有點像剛剛那個 那個小孩子 男孩的聲音 然後那個女生啊 他是 就是很窮搖的那種 就是 就是 對對對 就是 比如說 隨便想幾個 隨便有一種精神分別的 你可以隨意給我一句台詞 我把它變得很重要 來 有沒有人要講 有沒有人有一句台詞 分手是夢想開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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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要看著他的臉 就是不要看著我 好 去看他 分享 是夢想開跑的起點 好 我們要再次掌聲 謝謝玉琳 謝謝 我覺得我要想你來 說我們供一下Flogan 對 用Flogan 先來供一下Flogan 不錯不錯 這個真的還沒有效果 謝謝 謝謝